政治檔案法表決 朝野雙雙假動 國民黨逐條杯葛 但仍然不敵民進黨過半優勢 檔案法闖關後 國發會檔案局將可任意徵集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政治檔案 而且定義由檔案局決定 國民黨痛批 這根本就是新東廠 國民黨會的條例更嚴格 到時候國民黨會任人宰割 或者擁有相關私人檔案的人民 也會任人宰割 法案民進所謂政治檔案 包括從民國34年8月15到81年11月6號 與228事件動員開亂時期 以及戒嚴相關文件 而且如果讓檔案毀損或隱匿 還有刑罪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黨質疑 這根本就是大搞綠色恐怖 促轉會 自己的這個張天青的東廠事件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掉促轉會的錄音帶都掉不到 講東廠事件 促轉會自己就行使抵抗權 然後319證調會的時候 這個被指稱是嫌犯的人 居然落水溺斃 然後遺書也被焚毀 我們說大家怎麼會相信這個真相 政治一級做一個整肅跟這個編師 民進黨政治追殺 這回奪取的不只是檔案 還有歷史詮釋權 解鈴家惠 王志文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